这疗疹不痛就等于没效 你是不是还有这种刻板印象呢? 打音波不痛不就等于没效吗? 我都会跟我的患者说 疼痛不等于有效 这是非常重要的哦 因为我们现在的医疗设备呢 都是在不断的进步更新 仪器也是不断的在改良 在我们造成疼痛的原因上 做一个改善 做一个解决 所以都已经有一个 比较好的改善之后进步了 怎么会是没效呢? 立效音波跟早期音波的差别 现在立效音波呢 在施打上不适感跟疼痛感 都已经有大幅的减低了 医生在施打的过程中 也不用因为担心 我们的客人有疼痛的问题 而去调整能量 你会得到更精准的一个治疗 那早期的音波呢 他在三个月到半年之后 才能看到一个效果 因为我们的皮肤呢 需要胶原增生 需要一段的时间 现在的立效音波呢 他在施打完 只要在调数充足 能量充足的情况下 刚施打完就有一个 明显的拉提的感觉 那三个月后 更是有明显的效果 所以我会跟我的患者介绍 立效音波呢 这个课程 其实是一个非常高CP值的一个课程 我是文婉莉院长 不是越痛越有效 跟着我在艾尔利 你也可以很安全 很轻松 很漂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